劳动部劳动力发展数北分数传出职场霸凌 甚至有公务员因此轻声 矛头指向分数长谢怡荣 劳动部20日宣布 予以谢怡荣两大过免职处分 谢怡荣目前仍未出面 但20日晚间已透过书面 发布三点道歉声明 对此前立委郭正亮20日表示 感觉谢怡荣比何佩山大 何佩山的后面只有柯建明 谢怡荣的后面可能有好几个民进党的立委 因为他老公是科技业的 可能当过金主 因为谢怡荣的争议不是只有这一件 郭正亮接着说 因为这是亲生 已经浮上台面 他还造成一大堆主管离职 这也很罕见 一定是管理相当有问题 秦深这位就是心里不能承受 一定是这个状况 其他人选择离去 郭正亮更说出 因为有人爆料一大堆事 什么他还在里面种自己的植物 牵什么灯之类的 乱七八糟的事情 郭正亮最后也坦言 如果这么离谱 一定有人写检举信 何佩山都不处理 而且谢怡荣是跨两个部长 甚至有人觉得 这是另外一个红中秋事件 只是在野党 没有掀起大浪的能力 今天我要用非常沉痛的心情 向不幸过世的劳动部同仁的家属 表达我最高的歉意跟遗憾 稍找劳动部和佩山部长 已经检讨昨日的调查报告 也公开了表示几项重大的惩处的决定 第一 在整个事件当中 有重大错误的 谢怡荣分署长 继两个大过并送惩戒 惩戒的最严厉处分 将会是免职 而且未来不得再任公务员 第二 老法署 蔡某梁署长 在整个事件当中 也有重大的 督导不周的责任 也会记一个大过 并调离主管的县所 还有两位副分署长 以及秘书室的主任 也会并案的处理 第三 这个事件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 我们必须给家属 跟国人同胞真相 所以全案移送检调单位 详细调查 追究责任 给家属一个公道 在这个事件当中 我未能及时 接住这位同仁 身为院长 我也要表达最高的歉意 未来 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 首先要求劳动部 最快的时间内 做出最严厉的处置 向社会交代 第二点 我要求所有部会跟各级机关的首长 彻底全面的清查机关内部 不容许再有类似的霸淫行为 至于有若干的案件 现在已经被媒体所揭露或被讨论 全部要在一周内完成调查 追究责任 同时 所有机关全面的全盘启动 各机关职场 防治霸凌作业办法 就办法内部的内容 加强对同仁的保护 缩短各项调查的期间 并且落实执行 同时迅速回报给行政院 我再一次的要求 各部会各机关的首长 对所属同仁的身心状况 要疼惜要关心 要随时注意大家 工作上的分配 注意大家心理上的情绪 内部的任何管理 绝对不容许 有不尊重 辱骂 甚至是霸凌的行为 我也知道 包括劳动部在内 各部会的同仁 这段时间都饱受压力 国家的政策 还是要落实执行 还是要推动 希望大家 迅速做好心理的辅导跟建设 未来一同 能够营造一个合理的 友善的职场环境 要所有的部会首长 要所有的部会首长 以这个事件 引以为戒 要真正的引以为戒 我们才能让 所有的工作同仁 在一个合理友善的环境当中 为国家 为人民 做出该有的贡献 我再次向不幸过世的 劳动不同人的家属 以及国人 表达最深的歉意 对不起大家 我们今天谈话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我想跟各位报告 我们这份报告是 我们的两位外部专家 郭林慧老师 以及曾慕臣心理智商师 所主导其操 里面的用语 其实都是他们的专业用语 那么因为他们在叙述上 必须兼顾平衡 所以请大家谅解 这并不代表这份报告 认同所谓的霸凌行为 那其次呢 有其他的员工还有意见 这我可以理解没有关系 我想报告才刚出来 也许大家平心尽气 我们好好的把它读完 那大家放心 这绝对不会推卸 我对惩处 其实还在进行中 因为我已经送考机会了 那么考机会一定 一定给大家保证 我会对这个做出非常慎重 而且绝对让大家可以接受的惩处 这请大家不用怀疑 那么关于谢芬署长 他已经降等了 我已经决定帮他降等了 所以这是 就请大家 这个一定要相信 我们部内所进行的行政程序 我必须先完成这个程序 我才能进行这个合理 而且适当的惩处 谢谢 不过外界觉得说 为什么谢芸容不用出来道歉 我昨天有讲过 目前他的身心状况 可能恳请大家谅解 不过 当然他有这个责任 他必须要出来道歉 那我想 这也必须 他本身 有这一个 这样子的 能够自己愿意出来 然后跟大家来说明 好吗 所以你请说 调查小统的成员 是谢芸容的轻信 调查小组的成员 被责疑说是谢芸容的轻信 怎么说 我已经到了 不好意思 怎么样 调查小组的成员 被责疑说是谢芸容的轻信 所以这个报告没有说服力 这几位都不是调查小组的成员 所谓网路上爆料 包括黄霖娜次长 包括吴雅慧专委 完全不是调查小组的成员 那调查报告里面 有我们九位的调查小组成员的名单 请大家可以上网去看 好吗 谢谢 从事后会有降职处分 谢谢 不好意思 祥林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祥林了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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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